本期话题 北齐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北齐的功效与作用 北齐也叫北方黄齐 实际上主要是内蒙古黄齐 主要是北齐的一种 那么北齐它主要具有以下功效 第一个具有补气 那么助阳 那么对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 倦怠法 少去懒言 消化功能减退 这种我们用黄齐具有补气 助阳 第二个具有骨表止汗 那么黄齐骨表止汗对气虚止汗 或者是倒汗也可应用 对气血不足的 那么对汗粗 尤其是冻者粗汗 用黄齐骨表止汗效果是非常通常的 配白族啊 防风啊 比如说玉片风扇 第三个呢就是有沥水消肿 对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的气虚水肿 那么通常可以配白族啊 芙苓啊 还有这些 这些沥水消肿 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具有脱毒排龙 因为对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说溃疡 酒溃不收 或者就是说已经形成了 慢性里面毒排不出来 因为气血比较虚 那么我们需要用补气的方法 达到脱毒排龙的目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脸床生机 脸床生机就是对一些溃疡 酒不收口 这种用黄齐来可以达到 就是说它可以生机或者当天窗的这个目的 除此以外呢就是说黄齐还有其他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有气血 生血 那么促进呢 比如说 就是说血液系统 那么达到生血目的 还有呢 比如说对白细胞 也可以达到生白细胞的目的 所以它具有造学作用 咱就可以觉得 很有意外 走在梓梓里面